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和对宋朝打过架 宋朝跟他们一打几乎等于是轮番挨揍 因此在我们一般人当中对宋朝的国历照一个印象 就是宋朝非常弱小 但实际上也不能这样说 宋朝还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富庶的朝代 清明上河图大家都知道吧 张泽端这一幅史诗一般的绘画长卷 描绘的就是宋朝时候的都城殿经 就开封了 当时那种繁荣景象 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我们中国历史上两幅著名书画长卷 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 就这两幅长卷 其实都出自同一个皇帝统治时期 而且呢 这两幅这个图画呢 还在当时都得到它的称许 谁呢 宋徽宗 说起宋徽宗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花鸭 这什么是花鸭呢 花鸭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个性签名 古人在文书末尾 一般他也都要签字署名的嘛 正常的署名说就是要太过于留意俗套 于是呢 这些文人雅士 这个王公贵胄 为了显示与众不同 他就设计了花鸭 这样的这种花鸭呢 不仅显得自己有个性有才华 而且呢 还有防伪的功能 宋徽宗这个玉笔花鸭 实际上内容非常霸气 寥寥三笔 什么意思呢 天下一人 宋徽宗造极呢 十八岁登基继位 绝对是万人之上 因此他自称天下一人呢 确实也不过分 宋徽宗本人是个书画大家 尤其他创立的授金体 现在说几句话 真正写到外的人也没几个 在他的推动下呢 宋朝的公笔花鸟画 已经登峰造极了 而且他也把绘画呢 正式纳入当时的科举考试 造极这个人 绝对是我们历代帝王当中 少有的艺术全才 因此呢 他在我们中国历代帝王当中 称为天下一人 绝对是不为过的 天下一人 这位文艺青年 他是第一人的皇帝 也是靖康之耻的天下一人 国王被俘的天下一人 被金人封为昏德公的天下一人 又是浪子皇帝的天下一人 造极从18岁登基 你看清明上河图 那样的富庶繁荣 就是他当时登基时候的 北宋国家的景象 27年之后 金兵攻破都城汴梁 宋国王国宋徽宗被俘 他这一生绝对是极起极落 大起大落 短短27年间 他是如何把宋朝 宋国这么一个富庶的国家 给捉媒的呢 接下来的十来集 我们就讲一讲 这个天下一人的宋徽宗 开讲宋徽宗之前 也提醒大家多发弹幕 多多交流 说起宋徽宗召集这个人 我先以文学的视角 给大家展现啊 这样的一个历史场景 公元128年盛下的某一天 一行装素奇怪的扶球队伍 被凶神恶煞的金朝兵将押送着 在道上艰难前行 所有这些人呢 各个面黄鸡寿 男人的面如死灰 女人是遍体污垢 可他们是呢 曾经的奉子龙孙 帝昼黄气 如今呢都成为 身披破烂羊球的奴隶和俘虏 靠近队伍前部的 一辆破牛车上面 浪浪腔腔下来一位男人 大热天的 他依然穿着一身 肮肮看不出颜色的老羊表 内中呢没有任何的内衬衣物 腰间呢细着一条麻绳 如果近距离观看此人的容貌 就会发现这是一张早衰的人 谁呢正是昔日大宋帝国的皇帝 天下一人的宋徽宗 此时的宋徽宗不再是画像当中 那个帅气皇帝的模样 过了一辈子精洁生活 而且一直有洁癖的皇帝 如今呢沦落到连从前东京城内 乞丐都不如的这样的一种地步 徽宗皇帝召集呢此时双腿已经麻木 喉咙冒火 身为俘虏的他 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万人之上的天下一人了 当然再没有龙团奉团那样的 顶级丙行押近那种嫩茶伺候他了 他只能踮着脚 摘取路边树上的桑肾来使 由于朗腾虎厌 徽宗皇帝也差点啊 没被在桑肾里淹死 他磕了许久 非常感慨 对身边跟从的宋国的侍臣曹勋说 我记得我小时候当王爷 那阵子的我的乳母曾经吃这种东西 我当时也抓了几颗吃 食之甚美 随即呢就被我的乳母劈手抢去 怕我吃了闹肚子 今天呢是我这辈子第二次吃伤僧 不料呢我已经落到如此的田地 说完这番话 徽宗皇帝是泪如雨下 天下一人的大宋皇帝 竟沦落到如此境地 但是呢有句话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宋朝历史呢自从宋太祖赵孔燕 在混乱的五代末年呢 发动陈桥兵变 黄袍加深建立了宋朝 那么宋亲宗 京康二年即公元一一二七年二月呢 宋亲宗向荆国投降 至此呢 北宋共经历了宋太祖 宋太宗 宋真宗 宋仁宗 宋英宗 宋神宗 宋哲宗 一直到宋徽宗 以及他的儿子宋亲宗 共有九代帝王 宋王朝 当时所谓的一统天下呢 也实际上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统一 因为他的版图只有二百多岸天方公里 但无论如何 结束了五代世国分裂割据的局面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之内呢 北宋的经济发展速度惊人 不仅在文学方面 有中国历史上 以唐识比肩的宋词 四大发明之中 其中仅有三项发明 北宋的 什么呢 国字印刷 航海指能针和火药 在北宋时期 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 北宋不仅富 而且数 人口多达一亿人 我们要知道 富数这个词实际上两个意思 一个是富有 这数是指人多的意思 因此当时是世界上 第一个人口破亿的国家 国家之盛 前世未有 而当时全世界的人口呢 他肆意多一点 公元1100年 宋徽中召集继位 北宋王朝 在他的统治下呢 逐渐的是由盛到衰 那他在位的二十六七年间 实际上就成为北宋历史上的最黑暗的名代 那么这位宋徽中召集 他是如何坐上地位宝座的呢 他是如何成为万人之上的天下一人的呢 我们要知道啊 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 也就是我们的主角 赵集的爸爸 他崩世之后呢 他是在公元1085年崩世的 宋神宗的生母高太后呢 就立神宗第六子 也就是高太后他自己的孙子 赵旭为帝 这个就是宋哲宗 宋哲宗这小孩被推上地位的时候呢 年仅十岁 而当时我们要说的主角赵集呢 才两岁多啊 也是个智灵小儿 皇位当时也轮不到他 在宋哲宗继位后的九年多呢 宋朝最高权力啊 实际上被谁掌握 是被那高太后 也就是太皇太后高氏 我们先前也讲了 宋神宗在位时期 发生最大的这个事情 就是西宁变法 也叫王安石变法了 但宋神宗去世之后呢 王安石变法就失去了最大的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持者 再加上这个高太后 一直非常赠慕王安石啊 和他的心法 于是他马上 招出司马公武朝 把从前的心法全部废掉 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原有更化 在我们这位啊 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的九年时间里呢 这个宋朝的旧党 不仅控制了整个是朝廷 也一直是不遗余力的对新党进行打击 其中最典型的呢 就是蔡雀的那个《车盖厅诗案》 蔡雀这个人啊 一向是积极支持王安石变法 所以他就被旧党啊 视为王安石的党羽 蔡雀呢被贬嘛 被贬到安州 他就写下了一首诗 叫《夏日游车盖厅》 使手绝剧 这个诗呢被一个叫吴楚后的人得到 吴楚后是谁 我们不细讲 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和这个蔡雀有个过家 吴楚后呢曾经呢在蔡雀手下当过官 当时就希望蔡雀推荐自己 但是呢被蔡雀拒绝了 从此之后呢吴楚后 对老上司怨恨不已 现在呢吴楚后终于等来了报复的机会 就去把蔡雀的诗呢上称朝廷 寻章摘据 他就诬告蔡雀以诗文来影射高太后为今天的武则天 高太后大怒啊 宋庭因此就大起于安 史称车盖厅施案 车盖厅施案 啊是继苏东坡的这个乌台施案以后 北宋开国以来 打击命最广 打击力度最大的 这个这么一项文字语 北宋朝中什么洛党啊 朔党啊 蜀党啊 这些人是心照不宣吧 互相大打出手 宋朝的党争呢 至此也达到一个小高潮 这种恶劣程度呢 比那唐朝牛里党争啊 相比一点都不差 后来呢高太后就病逝了 先前乖乖做的九年孙子呢 这真孙子宋哲宗终于亲政了 他对他的祖母啊 一直心中非常怨恨 自己继位之后 这个年轻皇帝一反其道 把他老奶奶所有的政治纲领 全部颠个全部颠倒 又回到他的父亲宋神宗那改革的路线上来 于是呢 折宗皇帝就任命张敦为宰相 把司马光这旧党吧 全部视为坚定之徒 全力打击原右重臣 司马光当时已经死了 结果还差点被抛官掘墓 原右党人呢就成为当时宋国君臣 非常恐惧的一个罗知的罪名 北宋朝廷呢 经过这么一系列折腾 元气尽伤 宋哲宗皇帝 他本人的宫廷生活也乱七八糟了 这个人呢身子鼓非常入 他在内宫呢又闹出了鸭媚之案 我们要知道燕这个字在这里念鸭 这个鸭媚呢就是一种巫术 因为这个案件呢无数公女和太监呢搭上性命了 正宫皇后呢孟皇后也受到牵连被废掉了 元府三年年仅二十五岁的宋哲宗一病不起了 折腾六年啊 宋国的国事没有丝毫起色 他自己呢就先驾鹤西归了 顺便呢我们就稍微说一下宋哲宗这个鸭媚之案 是怎么回事呢 宋哲宗的元配啊皇后是孟氏 史称元佑皇后 这个孟皇后呢比宋哲宗大四岁 就是当年宋哲宗他奶奶高太后给他选定的 宋哲宗你想他对他奶奶高太后 一直是心里非常这个贞恶 更别说你想这个这个他奶奶给他指定这个皇后了 因此他心里就一丁点都不喜欢啊 比他大四岁的皇后姐姐 高太后崩世之后呢 宋哲宗自己亲政了 自然呢就日益疏远了这个孟皇后 他最喜欢谁呢 就当是一个美人刘氏 这个美人刘氏呢 给哲宗皇帝还生了一子二女 当时是贯宠后宫 刘氏后来也被封为皇后 也就是宋朝历史当中的召怀刘皇后 刘氏得宠之后呢 他就想在宫内啊 把这孟皇后给搞掉 他自己当皇后 也巧了 当时孟皇后所生的女儿 福庆公主得了重病了 皇后的姐姐呢 懂了一些医道 就经常入宫 得知这个福庆公主 外甥女儿病得很重 吃了好多药都没什么效果 于是这个皇后姐姐 就拿了一些到家治病的浮水入宫 孟皇后还知道姐姐拿浮水 给公主喝了之后 非常惊恐 她倒不是怕这浮水 有什么不良反应 而是因为这个东西 皇后非常忌讳 为此呢 吓着战战兢兢 就对了姐姐说 宫内啊 严禁浮水这些东西 这我们和宫外 百姓治病完全不一样 为了怕日后惹起大麻烦 等那个宋哲宗前来看望女儿 福庆公主的时候呢 孟皇后还主动 向哲宗皇帝解释了这件事 当时宋哲宗呢 就没有拿这事当事 更没有追究 治了半天 福庆公主呢 最终也病死了 孟皇后的养母 厌世非常难过 就在府内呢 让一个叫法端的尼姑 还有供奉官王坚 给福庆公主呢 搞了一场祈福活动 哎 当时啊 这个刘美人 当时已经被封为杰鱼了 这刘杰鱼 知道这个事之后呢 马上就吹枕边风 说孟皇后在宫内啊 搞这个鸭妹 她搞这个鸭妹 就是自己求宠 顺便呢 还想把我也给搞死 宋哲宗一听之后大怒 我们都知道 鸭圣和鸭妹这种事情 在汉武帝时代 就弄出了好大的事情 你想呢 在这个汉代 尤其汉武帝时代 那搞的是家破人亡 汉武帝自己的太子 自己的皇后都弄死了 折宗皇帝一听 还在自己宫内 竟然也搞这个 因此他就马上下令延长 于是呢 当时这个尤司 马上在宫内 还逮捕了几十个人 什么有患者啊 什么有这个侍从啊 等等等等吧 对这些人严刑拷打 被拷问的人呢 许多人都肢体惭悔 甚至呢 有些人舌头都被割下来 最终这些人驱打成招 就承认那场起伏活动 和先前带湖水入宫 这些事情嘛 就是搞污谷 就在宫内进行诅咒 根据《皇朝编年备药》记载 这些驱打成招的供词呢 是这样的 宫奉官王坚就承认 他把自己家中收藏的雷公式辅咒 给那尼古法端看 又和法端呢 在光教院 用蜂墨等东西做法来祈祷 那个尼古法端呢 也自己驱打成招 承认说自己在方式之内 买到什么驴狗煤啊 蛇物啊 叩头虫啊 这些媚药春药类的东西吧 献给孟皇后 让他把一些东西装在香囊里面 戴在身上 然后去见皇帝 由此就能得到皇帝的宠爱 至于孟皇后的养母艳氏呢 也承认说自己烧那个欢喜字 做福 然后呢 把这个灰还取出来 调成茶水 准备在宫内的艳影中呢 浸献给皇帝喝 目的就是为了让皇帝 对孟皇后回心转意 同时呢 这艳氏还承认 招了 说自己让共方官王坚 绘制刘结瑜的画像 然后用钉子钉在他的画像心口 还把五月病死的那个工人呢 烧成灰 再把那尸灰 撒在刘结瑜的寝殿中 就想让这个刘结瑜啊 得病死去 我们想一想 本来这个折宗皇帝 对自己的孟皇后 就不喜欢 这一番下来 正好就把废后的理由 就给找到了 更主要的是呢 宋折宗宠爱的刘结瑜 一直在一旁添油加醋 看完供辞的折宗皇帝 当时勃然大怒 即刻下令 下诏就把孟皇后给废掉了 然后又下诏 把参与祈福活动的所有的人全部处斩 其中还包括孟皇后的养母艳士 孟皇后被废了 刘结瑜就成为新的皇后 这位刘皇后得手之后呢 三年之后还生个皇子了 但不幸的是这个小孩 三个月之后就夭折了 没过多久呢 折宗皇帝也死了 公元1100年 因为折宗皇帝死后他没儿子 因此呢 折宗皇帝的弟弟赵吉就继位了 这个人就是宋徽宗 当时呢 和先前太皇太后高氏关系非常好的呢 向太后垂帘亭政 因为宋徽宗刚开始继位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太后垂帘亭政 就是向太后 他就把宋徽宗的嫂子孟氏 就从前的孟皇后 给迎回到宫内了 尊她为元祐皇后 但这位孟皇后回宫没多久 向太后又死了 这刘皇后就折宗皇帝的 这个她的这个皇后 等于现在是刘太后了嘛 现在她又这个上位了 因此这刘太后 就逼着那个刚继位不久的宋徽宗 再次下招 又把那个孟后给废出宫去 不久之后呢 孟皇后被邀进那个地方 叫姚华宫嘛 发生大火了 她就只得移居到延宁宫 哎 没多久延宁宫又着火了 她就只得出宫居住了 住到她弟弟孟忠后的家里 结果呢还真是好人有好报 公元126年 金兵攻陷汴京 把这个宋徽宗啊 宋秦宗啊 这二弟 包括六宫有位后的后妃 全部都俘虏了 然后送往京国的这个北部地区 当时这孟皇后 因为她先前已经被废了 又住在她弟弟的民居里 哎 竟幸免于难 后来宋高宗赵构继位 就把这位孟氏呢 接到宫内 男人在临安了 就是在现在的杭州了 就改封她为龙幼太后 最终呢 这位孟太后得以善终 哎 至于那位刘太后呢 非常骄横跋扈 宋徽宗后来坐稳地位之后呢 把她也给废掉 这个女人呢 就在宫中上吊自杀了 到了南宋绍兴七年 也就是孟皇后被废 这个事过去了将近四十年吧 宋高宗赵构和她宰相赵鼎 谈论此事的时候呢 就认为 当时这个亚魅事件 不过就是富人求眉之事 与前世巫骨诅咒不同 何足深醉 可悲的是呢 宋折宗死后没儿子 由此呢 他同父异母弟弟端王赵极 就被推为前台 就成了宋徽宗了 宋徽宗赵极呢 是宋神宗的第十一子 当时被分为端王 正常来讲 我们想的第十一个儿子 这皇位怎么排 按理说都排不上他 可事情呢 就是这么峰回路转 宋折宗驾翁之后 他没儿子 那怎么办呢 谁来计这个地位呢 这个时候就得靠太后出马 当时呢 折宗皇帝的嫡母是向太后 就劝折宗生母朱太妃 怎么说呢 你看折宗皇帝临崩前 表示要立他自己的弟弟端王 朱太妃是个善良的妇人 当时沉浸在丧子的悲痛之中 对于这个向太后所说的话 就不置可否 向太后本人心有所属 他就想立这个端王赵极 但这流场你还得走啊 于是呢 向太后垂帘问政 等于就开个会 向这个宋朝的大臣们 询问继承人问题 怎么办 谁来当着皇帝 我们要知道皇室挑选继承人 是一件天大的事 弄不好是会惹上杀身之祸 因此一般大臣就不敢轻易发言 谁料想 当时的执政大臣张敦 历生达到 依据国家理律 应立母帝简王 什么意思呢 就这阵按顺序立的 应该是折宗皇帝的同母帝简王 向太后一听呢就非常不好幸 简王的母亲呢也是朱太妃 如果简王当了皇帝 朱太妃呢自然就升格为皇太后 那自己往哪搁啊 又出来一个跟自己并排的这个太后 为此呢向太后就说了 先帝所留六位皇子 她说的先帝也不是指折宗 是指神宗 先帝所留六位皇子 都是哀家的儿子 我作为皇后才是真正的嫡母 张敦这个时候还不死心继续进言 按照掌幼的顺序也应该身亡当皇帝 谁知他此话一出 满朝百官啊都是一脸不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身亡有眼疾 差不多就是一瞎子一睁眼瞎 你说一个瞎子怎么能当皇帝呢 就算他当了皇帝 他怎么能看赵泽啊 朝中百官嘀咕了半天 最后呢也只剩下端王召集了 这个时候张敦又发言了 端王轻调不可以祭天下 向太后到这个时候是真不高兴 面存似水 毕竟向太后和端王召集 他们关系挺亲近的 就是要想要他来继承大位 于是向太后就对下面的其他大臣说了 神宗驻子 身亡年纪最长 但他有目击 再往下就是端王当立 在场的几位大臣 比如曾布啊 蔡辩啊 许江啊这些人 一直都很讨厌张敦 他们私下呢也是心中在打小算法 打什么小算法呢 你看这张敦没和我们商量 他自己就公然在朝朝上 单独提出后补帝王人选了 如果照他所言 倘若折宗童母帝 简王继位为君 日后呢 这位继位的新帝肯定会追念当初的雍立之功 肯定啊 这个张敦他又接着受宠 你想他在折宗一朝 他就一直受重用 新帝立后 他又是最重要的大臣 如此一来我们这些人还哪有份啊 出于这种私心 这几位重臣 愤愤公开复合向太后 都说端王召集应该继位为帝 由此一来呢 张敦等于在朝堂上 一下子成为孤家寡人了 刚才那种汹汹气势 也一下就消解 为之漠然 低头也不说话了 先帝常言 端王有福寿 且仁孝不同祝王 向太后呢 这个时候终于在大宋皇庭上 为新君召集 做出总结性的推举评语 使得这位本来 还一心喜爱诗粗书画的王爷 能够胸中递极 登上啊 还离他原本还挺远的这个皇帝宝座 也终于成为了天下一人 张敦这个人在宋史当中 被视为奸定之臣 实际上这个人还真有实君之才 宋史徽宗本纪的结尾赞语当中 就有这样的言语 徽宗未立 张敦为其轻跳不可以君天下 而历史上真正张敦这个人呢 也不是像高求 像那种扶浪子弟 也不是像蔡京 是那种轻薄之才 这个人年轻时代呢 就以豪骏著名 博学善文 而他和当时大文豪苏中坡 两个人关系也特别好 宋哲宗继位之后呢 张敦当时啊 他自是有拥义之功 而因此呢 他就大行先前被废旨的王安石心法 诋毁司马光那些大臣 劝说的宋哲宗对司马光 吕公祝那些死去的大臣呢 都抛官绝尸 又诛连他们的亲族 当时绝对是穷凶极恶 公报私仇 张敦这个人呢 虽然说干了一些坏事 但有两件事 确实是值得称道的 第一件事呢 就是他执掌朝权的时候呢 从不滥风亲友 他的四个儿子 都是岌岌无名的小官 跟蔡京什么的完全不一样 第二呢 就是他有超凡的识人之名 深感召集这个人 就不能忌统为帝 果不其然 这忌统为帝召集 最后把北宋、宋朝都给糟蹋了 宋徽宗继位不久 念起前恨 马上贬张敦 就出外 把他贬出京城了 不久之后呢 张敦这位权臣 就在贫困当中死去了 死在了穆州 他死之后呢 还被元朝文人 写《宋子史》和《史》的时候 列入奸臣传 有了向太后撑腰 当时是端王的赵吉呢 就这样当上了皇帝了 他从排名第十一 走到了第一 不过呢 这位爷 琴棋书画样样第一 唯独不能君天下 所以他当上皇帝之后 他又会弄出什么动静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朝人禁止了怎么办 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啊 先来回忆一下小时候 知道的几个名人典故 比如说矿衡的鑿壁借光 催光昼耕夜宋 车印松康 囊营硬雪 这些故事呢 虽然想起来挺励志的 那么大家仔细想一下 长时间在灰暗的光线下 学习看书 肯定势力会出现问题的 早在隋代 有个朝元方啊 这样的这个学者写了一本 《诅病缘后论》 一书当中就有 《目不能远是》这样的描述 就是那个时候 他已经注意到 近视这种疾病 宋代啊 近视的那些名人啊 更数不胜数 叶梦德写了一本《诗林燕》 就这样写到 欧阳文珠近视 常识读书甚间 为使人读而听之 就这个欧阳修啊 当时的近视到了晚年啊 看书基本都看不了了 就使人读 把他那听 除了欧阳修以外 王安石 四马光苏氏 这些人都是近视眼 还包括清朝的纪晓兰 电视剧里经常看见那个人 真正的这个人 长是一大黑胖子 而且史书上写的 冒秦短视 就他不仅长得难看 而且呢还近视 他这个短视 不是指现在的短视的意思 就指近视 话说回来 宋代有眼镜吗 还真有 南宋时期呢 就有双片老花镜 就这种眼镜呢 还有镜框 一般都是用木片制成的 中间有个横脸 可以架在鼻子上 但当时呢 还是没有镜头的 就可以用绳子 系在脑袋上 实际上 为了弥补这种近视的问题 宋代之前就有放大镜了 上世纪考古工作者 在东汉那广陵王刘京的墓中 就发现了一件凸透镜 是用水晶打磨而成的 可以把蚊子放大几倍 因此当时就被考古卷 誉为历史上最古老的眼镜 而这种放大镜 在宋朝相对普及的原因呢 还是在于宋朝科举制 他的兴盛 因此读书人呢 这个勇严非常疲劳 近视人特别多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事 我们下次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